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发生的热门事件 美国高中发生枪案,11名师生伤亡 韩国成为亚洲第三地区出现Omicron个案 慕尼黑工地发现二战炸弹造成四人受伤 BC省圣诞树短缺背后的原因 加拿大青少年联署要求降低投票年龄 歌手Rihanna被传怀孕至少半年 欢迎来到SG西风空间站 今天是12月1日星期三 我是Ashley 热点资讯一战锁定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首先为您播报头条新闻 美国高中发生枪案,11名师生伤亡 当地时间10月30日 美国密歇根州一所高中发生枪击案 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八人受伤 其中还包括一名教师 随后奥克兰县警长办公室表示 枪击者为一名15岁的学生 在事发后已经被警方控制 目前已确认一名16岁的男性 一名14岁的女性和一名17岁的女性身亡 截至目前有两名伤者受伤严重 仍在重症监护室抢救 另外六名伤者情况已经均匀稳定 并可以与家人和警方交流 有现场警员表示 枪击发生后 执法部门至少接到了100起紧急救援电话 并且出动了包括特警在内的 所有应急力量火速赶往现场 与此同时 警方还在现场发现了一把手枪 并怀疑这是本次枪击案的主要凶器 该校校长索恩表示 这场枪击事件令人震惊和可怕 但是由于事发突然 他还不知道遇难者的名字 作为校长 他将在学校解封后举办追悼仪式 来纪念遇难的三名学生 接下来是国际新闻 韩国成为亚洲第三地区 出现Omicron个案 韩国首尔周三出现首宗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确诊个案 五名新冠患者从尼日利亚返国 韩国当地过去一日新增 5123宗新冠确诊个案 单日确诊数字首次超过5000宗 再创新高 这意味着南韩是继香港及日本后 在亚洲第三个地区出现Omicron个案 中央防疫对策本部指出 一对年约40岁 住在仁川市的夫妇 他们的儿子 以及两名一同前往尼日利亚的友人 证实感染Omicron变种病毒 夫妇二人已经完全接种了 两剂美国莫德纳疫苗 上月14日至23日到访尼日利亚旅游 并在上月25日确诊Omicron 当局现正在追踪 与这对夫妇同机的乘客 为迅速防堵新型病毒扩散 韩国决定加强既有对非洲地区八个国家的入境管制 原位受限的尼日利亚也列入适用对象 慕尼黑工地发现二战炸弹造成四人受伤 周三德国当局称一枚二战炸弹在慕尼黑一条繁忙铁路线旁的建筑工地爆炸 造成四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 车站附近浓烟滚滚 施工现场位于慕尼黑中央车站的入口处 现已暂停服务 有些当地火车被疏散 消防部门表示轨道没有损坏 据德国新闻社报道 内政部长说这颗重达250公斤的炸弹是在钻探工作中发现的 他说当局现在必须调查为什么没有更早发现它 因为此类建筑工地通常会提前仔细扫描 以查找可能的未爆炸炸弹 下面为您播报家国新闻 BC省生单树短缺背后的原因 由于受到多种自然天气因素的影响 2021年BC省生单树供应商表示 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生单树产品 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据在Nanamo附近的GoGo生单树农场的农场主迈克说 7月份BC省干旱和高温天气损坏了温哥华岛上的生单树树苗 受到极端天气和长达83天干旱天气的影响 迈克新种植的生单树大约有90% 在夏季的高温和干旱天气中死亡 火灾烧毁了三英亩土地上的400棵生单树 BC省生单树供应商表示 他们种植了很多生单树 但目前把它们送到销售区是一个问题 原因是BC省近期受暴雨等极端天气的影响 引发了Fraser Valley地区的洪水泛滥 这导致了铁路延误 高速公路封路等意外情况 圣诞树供应商表示 高速公路的关闭减慢了Fraser Valley及其他地区树木农场的配送速度 此外洪水和泥石流也阻止了一些圣诞树供应商进入他们的农场 进行圣诞树的砍伐运输和包装 加拿大青少年年署要求降低投票年龄 11月30日下午 一群来自加拿大各省份的青少年 向安省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联合申请书 表示联邦政府现行的投票法是违宪的 应该要降低合法投票年龄 这些青少年认为 加拿大宪法中明确表示 任何加拿大公民都有权在所有由联邦政府举行的中央省级或是地方选举投票 并没有年龄限制 因此加拿大现在规定18岁以下未成年人不能投票 是违背了最高宪法的 据了解这群青少年的年龄介于12到18岁 分别来自加拿大的不同省份 这次的联合请愿是获得了加拿大儿童慈善基金会的支持 他们认为降低投票年龄有助于让加拿大的选举结果更加多元 而鼓励青少年参与政治 更能有效推动新政策或是淘汰一些明显不合时宜的法令 不过目前最高法院还没有确定何时会对这份请愿做出裁决 最后为您播报娱乐新闻 歌手Rihanna被传怀孕至少半年 今天上午美国娱乐新闻媒体报道流行歌手Rihanna已经怀孕至少半年 据传孩子的父亲是和Rihanna多年的好友及合作伙伴嘻哈歌手Rocky Rihanna在29日出席家乡巴巴多斯所举行的颁奖典礼时 被拍到腹部有明显隆起 像是怀孕至少6个月以上 她在巴巴多斯家中的工作人员也向媒体透露 Rihanna严格规定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许饮酒或是抽烟 出入时也特别小心地互助腹部 而三时有相关人士表示 最近Rihanna在美国家中也一样严格执行这些规定 Rocky和Rihanna相识多年 2020年两人被拍到在纽约单独共进晚餐 今年5月南方更是在接受杂志采访时高调认爱 公开称呼Rihanna是我的夫人 表示这段感情是命中注定 Rihanna会是她的一生之爱 不过Rihanna本人尚未回复证实这项消息 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SG新闻空间站 我们明天见